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组合变换 假设我们有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有八个顶点构成 现在我们希望将旋转、平移、缩放 这三个变换都应用到每个立方体的每一个零点上 假设T为平移矩阵 S为缩放矩阵 R为旋转矩阵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应该为 立方体的每一个零点 神移旋转矩阵 再神移平移矩阵 再神移缩放矩阵 但是在3D开发当中 我们还要考虑到性能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频繁地进行矩阵运算 或者说我们不能够多次地进行矩阵运算 因此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将旋转、平移、缩放这三个矩阵 变成一个矩阵 这样我们就从三次矩阵乘法运算 变成了一次矩阵乘法运算 这种时候对于计算量非常大的模型来说 优势就非常大 比如我们某一个模型可能有十万 或者说一百万个零点 那么我们将三次变成了一次 其实中间就少了可能有二十万 或者说两百万次运算 在之前我们学习矩阵乘法的时候 我们学习过矩阵乘法的结合率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上述的方程 改为Vij神义RTS 然后我们将RTS预先计算出来 就得到了一个矩阵M 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将三个矩阵 封装为一个矩阵 换句话说 矩阵乘法可以让我们 把多个变换连接到一起 这种方式非常有助于 提升我们的性能 然后我们在UT3D里面 来看一下UT3D里面 它的矩阵的元素的值 人人是这个小球 我们来随便改一下它的值 比如 xyz的偏移量分别为 123 然后我们再来改变一下它的缩方的值 在S轴上面 我们缩放0.5倍 在Y轴上面 我们缩放1.1倍 在Z轴上面 我们不变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 这个矩阵的元素的值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四行前三个元素 就为平移量 然后我们看一下对角线 对角线上面的值 就为缩放的值 最后我们再来改一下它的角度 然后再输出一下 这个矩阵就是我们将平移矩阵 缩放矩阵和旋转矩阵 组合为一个矩阵 到结果的值 对角线上来变 对角线上来变